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我是自己去找品牌方要的他们的产品简介 或者还有一些是我自己在美丽修行上面去查的一些成分 主要是想跟你们介绍的稍微专业一点 然后让你们可以正确的去了解一个产品 说了那么多废话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 请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中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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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我相信大家看了那么多视频 或者是在网上冲浪 提到洗面奶肯定很多人就会讲到表活 各种各样的表活 那到底什么是表活呢 其实表活的全称就是表面活性剂 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那个洗面奶气泡的这么一个成分 它也是最主要的清洁的成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SLS或是SLES洁面 这种其实市面上目前见到的没有那么多 因为呢它清洁力很强 与此同时它的那个刺激性也很强 如果你经常去使用它的话 你的皮肤屏障就是会受损 所以现在我很少在洗面奶里面看到这样子的表面活性剂 如果有添加的话呢一般它的含量也不会太高 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皂肌 用完了之后一般脸上是会有那种比较紧绷的那种干爽的感觉 可能很多油皮的姐妹会很喜欢那样的感觉 因为觉得洗完了之后自己的脸盘子就特别的干净 但因为皂肌它其实是碱性的 而我们的皮肤呢是弱酸性的 长期使用的话还会就是损伤我们的皮脂膜 当我们的皮脂膜受损了之后呢 你皮肤的锁水能力就会下降 与此同时有可能还会造成你的皮肤变得比较敏感 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洗面奶到底是不是皂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它的成分表里面同时出现脂肪酸加碱这样子的搭配的话 那它就是皂肌 比较常见的脂肪酸呢就是硬脂酸 月桂酸 棕铝酸 还有肉肚桂酸 比较常见的碱呢有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三乙醇胺 听得有没有很像上化学课 但是其实就是只要你们看多了成分表的话 其实一眼望过去的话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皂肌 但是大家也不要就是一听到皂肌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好啊什么的 其实对一些比较健康的油皮混油皮来说 一些氨基酸复配皂肌的这种洁面 其实用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因为可以真的帮助你比较好的去除你脸上的油脂 然后让你的脸上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 只要不过度的去使用皂肌 不会给我们的健康肌肤造成太大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也是很喜欢这种复配皂肌的洁面的 接下来第三种呢就是氨基酸类的洁面 这个也是现在市面上吧比较多 然后大家都会去推崇的一种类型的洁面 氨基酸洁面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的温和 因为它也是这种弱酸类的洁面 所以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刺激性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常见的一些氨基酸类的表活 这个名字我真的背不下来 因为它们太长了我就照着念了 朋友们不要嫌弃我 一个叫椰油仙肝氨酱 椰油仙肝氨酪 椰油仙股氨酸二纳 椰油仙肝氨酸二纳 椰油仙肝氨酸酪 但是其实大家只要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就是椰油仙肝 然后什么月桂仙 就是你们只要记住这几个字看到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它是氨基酸表活 最后一类呢是APG葡糖肝类的这种洁面 这种表活呢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温和性会更强 更适用于敏感皮的小伙伴去使用 然后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洗完了之后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那种假滑的感觉 所以一般情况下APG类的这种表活 会跟氨基酸类的表活复配在一起去使用 搭配在一起它的使用感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你们从成分表里面只要看到 什么什么葡糖肝 什么什么葡糖肝 就可以知道它是APG类的这种洁面 好先跟大家科普完这些表面活性剂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些产品提到 它里面的一些表活 你们就应该知道 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肌肤去使用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本人的皮肤基本状况 我现在是坐标在上海 然后我的肤枝呢 应该是一个中性偏油皮 因为我的T区这边会比较容易出油 我个人对洗面奶的要求呢 就是我白天会用到一些比较温和的洗面奶 然后晚上呢 我会用喜欢用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 因为我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每天带妆的情况嘛 所以它的清洁能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智本他们家的这个舒颜修护洁面乳 这一款洗面奶呢 是我真的已经推荐了N加一次的了 它是一个纯氨基酸表活洗面奶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方啊 就是非常的安全 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防腐剂 一些制豆成分都是没有的 这一款呢 我就建议大家白天去使用 然后我觉得是全肤质都可以去使用的 洗完了之后脸上不会紧绷 也不会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他们家还有一款是那种 就是按压出来直接是泡泡的那种洗面奶 那个我是在深圳的家里有买一支 那个就不是那么方便携带 但是如果你就是放在家里的话 还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它直接就起泡了嘛 就不用你自己在手上去搓搓搓 接下来的这两个呢 都是同一个品牌 是Venny Cream 他们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他们家专门就是针对敏感皮 去研发的一个产品 他们家的中文名叫威尼基 这款扁平呢 是他们家的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适合基本上是所有肤质吧 因为它是APG为主表活 然后复配的氨基酸表活 你洗完之后 就算在大冬天去用完它之后 脸上也不紧绷不拔干 很适合你们在做完医美 或者在换季的时候 脸上如果比较敏感 会泛红啊 或者长一些小壁口 小痘痘什么的 这个时候可以去用一下这一款洁面 接下来原品的这一款 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氨基酸清透洗面奶 这个是更适合油皮 混油皮或者是痘痘肌去使用的 因为它的控油能力会更强一些 它主要呢 就是氨基酸表活和两性表活 复配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清洁力度会更强一点 这两个洗面奶吧 就是有一个特点 容量都还挺大的 237毫升 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去使用 就是如果你追求性价比高 然后比较温和的洗面奶的小伙伴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家的 接下来呢 是两款就是超频价的性价比之王 一个是庞氏的这个米脆润泽洁面乳 还有一个是多芬的这个润泽水嫩洁面泡泡 这一款洗面奶呢 就是价格超级超级便宜 然后它是一款纯氨基酸的洁面 用起来的肤感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它里面含有两种防腐剂 一种香精 然后就是都是会制豆的成分 我自己个人用下来啊 它是没有让我长豆这样子的现象出现的 但是我还是推荐给一些比较健康的 年轻肌肤去使用 接下来一个呢 是多芬的这个泡泡截面 这一个呢 它就是这种瓶口的设计 一挤出来就是比较绵密的泡泡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用那个起泡网 或者用手去打泡 比较方便一点 它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就是价格很便宜 但是总体使用下来 我自己感觉它是无功无过的 就是用完了之后吧 你不会觉得说它有多惊艳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有多差 唯一一个让我有点小吐槽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香精味道 实在是太香太重了 就是它不是那种闻到 让你比较舒服的味道 你凑近鼻子 假如说你鼻子这边在洗的时候 你一吸气就会感觉 很浓郁的那种香精味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皮 然后你想找一个比较方便起泡 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洗面奶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买起来也很方便啊 在那个去神室啊 什么的都可以买到 再接下来这个呢 是爱尔博士 他们家的结盐蜜 你们看我这个已经用了挺多的了 这个是他们之前寄给我的 皮尔礼包里面的一个产品 其实他们也没有让我推荐 但是我自己就拿起来就用了 它是一款复配型的解面 氨基酸表活 复配APG表活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的一个洗面奶 香橙的味道 这个跟刚刚的多芬比起来的话 它的味道就是清新的那种味道 不是劣质香精的那种味道 闻起来就是让你觉得 一颗橙子放在你的鼻子旁边 它挤出来呢 是那种水状的质地 因为它是一款结盐蜜嘛 然后你加水起泡了之后 它的泡泡不是那种很浓郁的泡泡 是那种比较稀疏一点的 就是分的比较开一点的那种泡泡 可能有一些人 如果你特别喜欢浓密的那种泡泡的话 这款洗面奶不是你喜欢的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那种 但是这种结盐蜜啊 用起来会比较快 它就是像水状的 我每次挤三泵 反正你用一下就用完了 接下来一款跟它的质地比较像 就是赫利尔斯的这个结盐蜜 这个是我今年双十一的时候 又回购了的产品 小平同学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款洗面奶 赫利尔斯他们家吧 我也介绍过很多色 东西就还挺良心的 做的都还挺好的 它同样也是一款复配型的洗面奶 但是它是氨基酸表活复配的造基 它的清洁力度就会更强一点 洗完了之后 你脸上是会有一点紧绷感的 就是感觉好像洗得比较干净一点 这怪不得就是直男会很喜欢 小平同学就是首先喜欢它的 洗完了之后脸上的那种干净的感觉 其次呢就是它的那个味道 是香橙的味道 它们两个的味道也有一点像 感觉都是那种橙子味 所以如果你想给你自己的另一半 找一款洗面奶 让它们更容易接受洗脸这个过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赫里尔斯的这一款 这个价格也不高 它们配 它们配得上这个价格 在下面这一款啊 是古语它们家的氨基酸 换盐洁面 这一款吧 在网上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我也是看到大家推荐 我买回来自己想试一下 我去看了一下它的成分表 真的非常的简单 它是一款妥妥的氨基酸洁面 里面添加了一些保湿剂和抗氧化剂 洗完了之后呢 你的脸上不会干 不会假滑 然后清洁力度一般般 我比较推荐大家白天去使用 它里面确实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 然后防腐剂 还有任何的质豆成分 所以这一款对敏感皮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但是我买的这一款 我有点不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设计 它这个是 可能是为了让你当一个洗面奶 这样子去按摩你的脸部 但是我觉得啊 它这个有点不卫生 因为你要拿水这样子去冲洗 万一就是有水浸到这个里面了 水浸到里面的话 你的产品可能会变质 但是如果你不用水去冲洗它的话 那你这个头很容易会滋生细菌 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它那一款 没有带这个洁面头的洗面奶 再接下来的这一款 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First Day Beauty他们家的这个泡沫 自动起泡洁面 这个也是我用的第二罐还是第三罐了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用它了 这一款呢用到的是氨基酸表活 但是它是一款纯天然的氨基酸表活 它会比一般的氨基酸表活的成本要更高一点 然后它的温和性会更强一些 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洗面奶是会自动发泡的 你就把它挤出来在手上 然后加一点水 轻轻地在脸上这样按摩 没过几秒钟 你就会感觉好像脸上的这个洗面奶 在慢慢地自己膨胀变大 然后产生一些泡泡 它就是自动发泡的这么一个洗面奶 反正用它的话 你连那种气泡网都省了 就可以直接让它自己发泡 最后一款啊 是这个King True的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这个是我在上一个空瓶机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过的用空瓶的一个洗面奶 它这个洗面奶呢 也是氨基酸表活 复配的两性表活 清洁力会稍微强一点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淡淡的那种柠檬香味 闻起来是很舒服的 它里面还添加了燕麦普吉糖 然后马齿馅 还有银耳朵糖 都是比较好的抗氧化呀 然后抗盐的这么一个成分 它这一款吧 反正性价比也很高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一个比较平价的洗面奶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平价的洗面奶说完了 接下来给你们来分享一下贵价的洗面奶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洗面奶 叫3Lab 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 应该算是贵妇的品牌 但是你们看这个包装 看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不贵妇 就 这个洗面奶 真的让我感觉看上去有点像微商品牌 但是我用了它之后啊 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卖这么高的价格 它这款洗面奶啊 是氨基酸复配的造基解面 所以它的清洁力度会比较强一点 它里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微囊球技术 挤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颗粒 它其实那个颗粒里面包裹的就是维生素1 然后你在脸上轻轻的按摩了之后 那个颗粒就是会慢慢的化掉 刚开始的时候啊 是会起到一个像磨砂颗粒的那个作用 但是它又没有磨砂颗粒那么的刺激 我自己用下来吧 我是脸颊是敏感皮嘛 我用它也不会有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茶多酚 透明质酸钠跟蒸汤粉 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补水 还有提亮我们肤色的功效 我建议大家在用它的时候不要用起泡网 可能那个微囊球 就是包裹维生素1的那种小粒粒 就会附着在你的那个起泡网上面呢 就起不到很好的那个功效了 所以直接用手轻轻的搓一下 然后上脸就OK了 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吧 一个宝藏品牌 他们家其他的东西 我在用完这个洗面奶之后 也很想去尝试一下 虽然它的包装真的很丑 那么你改进一下包装 这个做的太让人没有使用它的欲望 好然后接下来呢 这两个截面就是比较火一点的吧 一个是金萨银座的这个截面 还有一个是POLA的这个BA截面 首先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的金萨 它是资深堂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然后这一款截面 你们应该也自己用过 或者是看到很多次推荐了 很多人喜欢它 其实这款截面我自己个人吧 在所有我用过的贵架洗面奶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 首先它是氨基酸复配的造机截面 它的清洁力度是会比较强一点的 这里面是添加了纸类的乳化剂的 然后让造机的这个成分没有那么的刺激 所以你在洗完了之后 你不会感觉脸上非常的紧绷 就是感觉那种绷在一起的 但是呢与此同时 你会感觉洗得很干净 这也是为什么它受到那么多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推崇的 最主要的原因吧 就是洗得又干净又不会拔干 所以推荐给你们 其实它价格虽然比较高吧 但是它用的特别特别的慢 就是很耐用 这一支我可能用了四五个月吧 现在还剩下这么多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耐用 这款洗面奶吧 应该也算是一个大网红截面 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基本上都特别喜欢它 但是我自己在做了一些功课 我去看了它的成分表之后 我真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们不要再用它了 它官方宣传的是说它可以抗糖化 你知道假如你吃太多糖啊 什么的话 是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速度的 最好的一个抗糖方式 就是管住嘴 你不要去吃 不要去喝奶茶 不要去吃特别多含糖分的这种食物 才可以帮助你比较好的抗糖化 让你不喝奶茶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如果一个洗面奶就可以抗糖化的话 那真的是 那些忍住不喝奶茶的姐妹 都白付出那么多劳动心血了 所以说这个抗糖化你们就听听就好 洗面奶我个人觉得 最主要的功效还就是清洁 确实这款洗面奶 使用感是还不错的 因为它的香味不是像一般很多大牌 洗面奶会用到的很香 很香那种香精的味道 它还是闻上去比较舒服的 这个味道就会给你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很高级 然后它打出来的那个泡沫也是非常非常浓密的 就是那种像奶油一样的那种浓密感 但是你们去看一下成分表 这一款洗面奶是妥妥的造肌 大造肌洗面奶 全部都是有制豆风险的 敏感皮的姐妹 还有那些爱长痘的小伙伴们 真的不要再去用它了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脸上疯狂的爱长痘 他还很喜欢用这个 他说这个是他最爱用的一款洁面 我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去治你的痘痘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的洗面奶出了问题 然后它里面不光光是含有造肌成分 还有很多防腐剂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敏感皮 还有痘肌的姐妹的话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不要再去用 这样子大造肌的姐妹了 真的对你的皮肤不是很好 接下来的这个呢 它不是真的洗面奶 但是我把它当洗面奶来用 它其实是一款清洁类的面膜 这一款面膜应该是我用过 所有清洁类面膜里面 我觉得效果是最明显的 就是你用完它之后你真的会 鼻子啊这个鼻翼两侧的白头 全部都冒出来 但是因为这一款 你去看它成分表 它里面含有的香精特别多 然后防腐剂啊什么 制豆成分也很多 所以我不敢让它在我的脸上停留的太久 我就把它当洗面奶使用 是把它指在我的鼻翼 这种黑头白头比较多的地方 轻轻的按摩 就是按摩一分钟左右吧 就马上把它洗掉 洗完了之后你其实就可以看到 跟敷面膜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的白头也是都会浮出来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局部的这种 洗面奶吧 然后我也推荐给 就是健康皮的小伙伴去使用 如果你是敏感皮 然后你如果脸上爆了很多痘痘的话 千万不要去用它 因为它真的还挺刺激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去黑头的效果 实在是太明显了 所以我还是不舍得不用它 最后一个 这个呢其实不是洗面奶 它是一个结盐粉 就是德美乐家的这个结盐粉 这个其实在美国还挺火的 可能在中国就是 德美乐家的那个 多维面膜是最火的产品 但是其实在美国 他们是靠这个结盐粉发家的 应该是最火的就是它 但是在国内 好像大家对这个产品 不是很感冒 因为很多我们中国人的皮肤 是会比较敏感的 比较脆弱的 所以一听到结盐粉 然后这种去角之类的产品 就会觉得很刺激 不适合我 但是其实德美乐家 这个结盐粉算是比较温和的 它里面有含有这个 微晶纤维素这样子的 物理去角质的成分 还有木瓜蛋白酶和水氧酸 这样子的化学去角质的成分 一般用完它了之后 我就会感觉脸上像 刚剥了壳的鸡蛋 非常的嫩滑 我一般是会一周 使用个一到两次 然后在脸上化了浓妆的时候 去用它 做到一个深层清洁的效果 当然以上就是 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跟你们分享了这么多 洁面类的产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 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产品呢 希望我这个视频 可以对你们有一些些的帮助 好 在结束这个视频之前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多发几条弹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